我是来自西马的Kelvin 我一年两年差不多两年了 进入超马这个系统 我也是很感恩啦 因为这个是可能就是一个天地的安排 在我人生初一第一桃 最第一桃的时候 遇到了超级生命迷马 那前面的我就不讲了 因为等下我怕大家都流泪 因为如果有时间的话 下次你们可以上网去找 找尋我的分享 之前的分享 在我进入超马的前一个月 进入超马的第一个月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去落实 书中所教的很多的方法 我只是随随便便 我也半信半疑的一个状态 然后但是我也念那个感恩师自己 我第一次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那个时候我才刚加入 我的太太还没有加入 因为她不是很相信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每一天旁晚我们都会去公园跑步的 所以我就在公园跑步的时候 我都会念这个感恩师自己 然后在我回那个 回这个回我家的时候 我要经过一个马路 要经过一个楼梯街 我在一上那个楼梯街 包括两秒的时间 我后面就有一个 那个Coconut 从我的后面 我可以感受到她的那个 是从我的后面这样子 跌下来的 所以我都觉得 哇 如果我没有念这个东西 有几分钟我都拜拜了 不是我 就是我的太太 either one 就是已经 离开了这个人世了 因为那个Coconut的那个力度 它的冲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这个感恩师自己的力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女儿 因为之前的一些家庭的问题 跟我太太的一些感情的问题 所以我的女儿相当叛逆的 因为我们很少时间跟她接触 每次接触的时候都是很短暂 因为她是读读中 所以早上很早就出门她去读书 然后晚上她都很 我见到她的时候 差不多是旁晚的时候她已经很累了 所以就见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进入了超码之后 我就叫她时常要念这个感恩师自己 她也忽然的说 哎呀 OK啦 她也没有去真的你是弱势 但是我们教的她都有在听 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 每天就是我们夫妻都会 所以一直的渺渺的在念这个感恩师自己 就在她去年年尾的时候 她考那个 因为她是读读中 基隆坡的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读中 所以她考她年尾的那个考试 所以她就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她考的那个科目是历史课 所以她很很着急那个历史课 因为她非常注重历史 她很喜欢历史 因为那天要考三个科目 所以她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准备 所以她读的都完全都没有出来 她没有读的全部都出来 然后我好像 哎呀 这次完蛋了 怎么办 然后她就灵机一动 她就念了这个感恩师自己 就念了三次她讲 哎 忽然间好像 我懂为什么她的 有个东西 那个头脑好像蹬一下 就开了 然后她的她就 哎 为什么我全部都会打的 直接是完全是blank的 因为她所读的都没出来 所以之后她就念起这个方法 之后她就觉得 哇 真的太奇妙了 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 她今年年底 我们在怡保有一场分享会的时候 然后拍书跟分享的时候 她也有去分享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加 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今年 我看她 我看她年中的 五月份的时候她考试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试 我看她考试的时候好像很轻松 没有什么读书这样子的 因为是大考来的 然后她也很忠实 但是她就没有像以前 那么样的用功的去读书 她是很奇妙喔 她所出来的成绩是背书的增长 哇 真的 她觉得 哇这个 她也讲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 她也觉得可能她智慧开了吧 所以很多东西都通了 一通百通嘛 所以很多东西她觉得 这个超级感恩师纪 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她每一天 可能她不好意思 她就在她的房间自己在念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因为除了这个 在我自己本身喔 每天念这个感恩师纪 对你的事业 对你的人际关系 对你的处境 你去到哪里啦 她就好像你的一张附身符 她随时 可以得到天地的一个保余 事实都是最平安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这么 她也不是一个 一个什么咒语什么 你就是这样子念不了的 她对你绝对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收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